時間掌握和音樂感非常高 所以無論唱歌或演戲 我想她的前途真的就是… 現在回來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圈中的好朋友 一個Charlie 吳啟明 還有Bobby 阿楊振華 還有一個叫林俊賢 我和黎明第一次認識的就是… 大家拍了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的名字叫《豬仔出間》 我們大家演幾隻大豬仔 那次你記不記得我們… 你不知道我吐啤啤 我跟Charlie有錢,你先說吧 那次在某火鍋店,真是魚 那時候我們倆一起去吃火鍋 叫他很多東西 然後我以為他有錢 他也以為我有錢 那麽結帳,說多少錢… 原來倆都沒有錢 其實那時候… 三、二百、二百 麥明那時候挺可憐 不,大家… 1970多年的時候,麥明也很可憐 七、七、一左右 對,我還沒想逛街 你剛才踏出這個娛樂 我覺得他很像我,我也很像他 那… 譬如我在訓練班出來 做過兩年的霞基基 的職業 那樣… 後來才有起步的機會 那… 他做過我的朋友之後 我又看回他 他又好像… 不得志那樣 那… 他也掙扎了… 我想也要三、四年的時間 大約 那… 他跟我一樣,很努力 剛才我們就開收四點、五點 然後凌晨六點 就開預約 再去八頭山拍外景 是的 我們第一場戲 就一定是騎馬 兩人騎馬出來的 我們零六去到 等著馬就等到九點 為甚麼?一看了溫單 就看,馬九點到 人要六點到 他說,人要等著馬 人,不是因為人 人一定要等著馬 因為人… 知道你通頂之後 你不會脫頭套 你不會落莊 那你連繫 但是你的馬要化妝的 我們有一個習慣 一到十二點 如果不下班 我們就大家一起 就找些景色來拆 一口釘,挑他出來 幫人來拆景,等他快點 唱一首歌 或是一起去廁所 就說肚痛,隨便一個 我陪他 就跑了出去 駕駛車 在千數灣圈圈圈圈圈 回到來,就是… 涼爽下 糟了,這些東西被告陳鏡島 就很支持我們了 我們在十四鄉拍外景 拍完外景之後 就肚痛,我想找廁所 怎麼辦呢 去到十四鄉停車後 打算找廁所 去到廁所裡面 看到那個碼桶很大的 那些石屎碼桶 下面的烏鷹就這麼大一顆 就是很大聲,總之很大聲 如果是我 我就會拿著報紙 一撲,這麼差勁,馬六大 然後又一撲,就起來 那行不行 不用停下來見面 但是見面的時候 我們也挺麻煩的 在你以為我已溫泉 在你以為我已溫泉 被忘記 你卻少了消息 心裡一息想著我的樣子 只因為你能呼喚我名字 我要誠實 表示這個訊息令人狂喜不易 我一直期待在一次相逢的奇跡 從問錯過的故事 從問錯過的故事 引爆我一生 記載的機遇 從問錯過的故事 引爆我一生 記載的機遇 任何感情 沒有聚散分離 朋友好 就不見 你心無敵 今天我想 摔地坦白自己 朋友好 就不見 你心無敵 訴說想念 就是我的話題 你心無敵 早以為我已完全被忘記 你卻少了消息 心裡一息想著我的樣子 只因為你能呼喚我名字 我要誠實 表示這個訊息令人狂喜不易 我一直期待在一次相逢的奇跡 從問錯過的故事 引爆我一生 記載的機遇 你心無敵 朋友好 就不見 你心無敵 今天我們 是否靠得更近 朋友好 就不見 你心無敵 任何感情 沒有聚散分離 朋友好 就不見 你心無敵 今天我想 確定坦白 自己朋友好 就不見 心無敵 訴說想念 就是我的話題 那圈中 除了一群好的男朋友之外 還有一些好的女朋友 好玩得 那誰呢 就是我最尊重的大師姐妹姐 黎明 是 黎明 說起一件事 我們都是出自新秀歌唱比賽 是 論年齡我比你大 應該我們是同門師姐弟 對 這樣吧 既然是師姐 你師姐是否應該做一些師姐的贊 不如賺小師弟幾句 可以嗎 不用了 有一點我應該說 記得當我們參加新秀時 我們有一個錦囊 錦囊是說 如果將來日你紅了時 你會翻開來看 裡面有四個字的字 就是紅而不嬌 對 我覺得每一個藝人都要做到這件事 因為你紅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嫉妒你 如果你還嬌我的話 更加很多人會心有不分 要做到紅而不嬌是非常難得的 我覺得你做得非常好 這是真的 不是拆你鞋 對的 做人應該謙虛的 還有很多前輩跟我們說過 做人還有很多很多東西是未學的 譬如社交關係 如何去面對很多困難的東西 對嗎 但我有個願望 就是我這麼多年來 雖然做師弟師姐 但我從未有機會和你合唱那首歌 不如大家合唱一首 直揚之歌 你自己最流行的那首歌 好嗎 你說就行了 那就… 現在了 那就走吧 走吧… 好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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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